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灵魂互换又重生的喜剧故事 双肥临门 小凤是一家薄饼店的老板娘 一家三口靠着卖薄饼过着简单的日子 虽然体态风吟 但是文武双全 家里的大小事物皆由他掌管 把一家人照顾得无微不至 细致到编辑牙膏 准备洗澡毛巾 按电梯等细微事情都帮着老公孩子来做 开发商想买下这座大楼改建商场 屡次遭到小凤拒绝 于是找来混混金花枝与小凤谈判 试图从中谋取利益 小凤看穿了他的阴谋 坚持不肯卖这家店 金花枝看不能得逞 便找来几个混混闹事 强壮的小凤把几个混混打得落光而逃 这时金大枝的表妹安娜也来到了香港 无意中被小凤的儿子吴德亮来了一次英雄救美 安娜漂亮的容颜深深地吸引了吴德亮 同时也吸引了好色的表哥 表哥想把他安排在自己的家中居住 这天是小凤结婚30年的纪念日 儿子早早地买来蛋糕为父母庆祝 丈夫武则叔装作不济的 想要给小凤一个惊喜 结果两人买了同样的礼物互赠对方 兴奋过度的小凤突然心脏病复发 身亡了 临死前告诉泽叔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坐上大红花轿 泽叔和德亮便烧了一座轿子给他 小凤坐着轿子过奈何桥时 因为超重把桥压断了 没能彻底死成 但是肉身已经被火化 就威逼审判官为自己再找一个肉身 正好遇到坐公交车上坠崖身亡的安娜 便借尸返回了人间 返回家中的小凤并没有被家人认出来 德亮以为她是自己仰慕的安娜 对她很是照顾 尽管她反复做着以前的事情 熟练的在房间里拿东西 但是泽叔和德亮始终不相信 届时还魂的故事 还被泽叔赶出了家门 回不了家的小凤只好托梦给泽叔 说她附在了别人的身上 泽叔很疑惑 这时撞上前来再次谈判的金花枝 金花枝认为小凤是表妹安娜 热情的上前打招呼 泽叔知道 她是金花枝的表妹更加的生气 加之 这次小凤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力大无比的把混混们打跑 还被一群混混扔出了饼店 被正好路过酷似小凤的楚小姐接住了 泽叔以为小凤附身的就是楚小姐 觉得小凤就是来做卧底帮助金花枝的 被金大枝当做表妹带回家的小凤 听到了金花枝要在店里放蟑螂 然后卫生部门过来检查 强制饼店关门 赶紧回去告诉德亮 为了再次获取情报 小凤住在了金花枝的家里 起了色心的金花枝 被小凤和招换来的审判官捉弄得够呛 看着金花枝狼狈的样子 笑得前腐后仰 在小凤的帮助下 金花枝的计谋再一次失败 蟑螂被一大早赶回来的小凤安排消灭了 最后一只蟑螂也被德亮一口吞下 样子甚是可爱 认定楚小姐就是小凤的泽叔 展开了追求的攻势 莫名其妙的楚小姐也想不通 为什么泽叔身边那么漂亮的女人不要 反倒要来追求她呢 楚小姐一再解释 自己不是泽叔的老婆 但是泽叔执着坚持 被吃醋的小凤一顿耳瓜也没有打血 看着泽叔对老婆如此真情 小凤很感动 找楚小姐说出了实情 想让楚小姐代替她 楚小姐不相信泽叔是真的喜欢她 她觉得没有人会喜欢她这种 做梦都想让自己变得更漂亮的女人 泽叔为了让楚小姐承认自己是小凤 在家里闹了一场自杀 不料引发了一场火灾 没能逃出去的小凤和楚小姐 绝望之际又想到了互换身体 于是两人再次来到了奈何桥上 使劲地跳跃 最后奈何桥被新任的审判官压断了 两个人如愿返回了人间 影片结束了 这是由导演江大卫导演的一部影片 虽然故事情节没有那么新颖 但是喜剧性强 令人欢乐不断 把夫妻的真情演绎得很好 做女人嘛要么像小凤一样 强悍的可以撑起一个家 要么温柔地做个小女人 你幸福我快乐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